太平山街註冊成交 2014年的時候 就講1100萬元 剛剛就沽了1400萬 全世界最僻靜的位置 大家看看報仇 不過多特別 這監視之前看過 大家再看一次 記得在上環蘇寒街 我們成會有間新式素食店放售 兩個舖位加上3800萬 有興趣聯絡我們 大陸進來寧城絲絲 有些畫廊 有些藝術工作室 這次說的cafe是縮進來 這裡的位置 就是這一間 在收拾箱子 搬走什麼 總之就是泰城山街 藍色的位置 這間店 加上有個角樓 先看看這間店 我再帶上來看看 超級壁軌 旁邊看著 這裡有個叫商會學校 斜坡位置可以停車 挺特別的 人們可能停車 有個cafe 泰城山街都知道 很流行 這裡有很多的cafe 開了比較漂亮的零售 買的比較貴 整個角落位置 就是藍色的一塊 就是藍色的一塊 這個cafe 就是地下 連入式角 拍到上面樓上 之前我都看過了 播放的時候 晚上黑 有時景觀這裡 比較靜一點 這裡永遠都靜 不過這個cafe 又挺帥氣 就是泰平山街 這裡 成交了1400萬 過一個來看看 再拍得住 這個位置 下去 再看看 再跟你說 看著這裡 進去 你現在重新發現 這個雞仔碼 後面你現在在店裡 看到了 這裡 租金大約是3500萬 3萬5千元租金 去到2023年5月份 住宅成交了1400萬 回報大概3厘 樓齡就48年 原本業主 14年的時候 就用1100萬萬 這裡是樓上 看看整棟大廈 這個角度再拍一次 在說 入職角 地鋪 330呎 入職角250呎 合共580呎 門闊大概是15呎 深那邊大概是19呎 這間叫做Stain Plus的Cafe 藍色這個門 這個位置 真是幾年 原本業主 14年1100萬 進來 現在就升值 去到1400萬 就好了 說真的 1400萬幾年 地下這個年 一個入職角 2.4的計劃 28000元 搞定 現在這裡租值 就說是35000元 這位置不差 做一些藝術展示範 為什麼呢 這個位置 你看到 很多時候 人們都擺出了桌椅 有些藝術展示範 喝杯東西也好 這個靜靜的位置 那裏有一堆 那裏這一堆 全部都是住人 都靜靜的 叫做太平山街 又縮出入這個行業 說真的 這些就叫做二入難出 就是看心頭好 對的 很多買家會喜歡 不對的 不對就是不對 他們一看到這裡 就轉著面走 就覺得會太靜 感覺OK的 這個位置 我又覺得挺特別的 裏面有叫做二分掣 走上樓上有個入職角 我覺得1400萬 一分除一分 課三回報這些位置 我相信有很多人喜歡的 挺帥的 感覺這也是一個六分位 五分之十分之分 一分變 一個六分位 挺特別 有道律性 開玩家 一分之一 早就在街上 要不要做 我去找一個 兩分之一 有什麼 一分之一 一分之一 沒有 我去找一個 二分之一 走一 中間 有什麼 那邊 我去找一個 我去找一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